第1个步骤就是要洗鸡腿 把肮脏的东西煮出来 同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准备我们其他的材料 就是把洋葱、番茄、马铃薯切成小状 把铃薯切成小状 好的烫熟 肯手切成小状 老大 将手製成小状 在这里我会把番茄的皮拢走 在番茄的底部切成十字状 然后再将滚水烫我们的番茄 大概烫十分钟这样 过后鸡翠的水差不多滚之前 我们就可以灌火,换水 换水过后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马铃薯还有洋葱放进去 这时候我们可以剥我们的番茄的皮 烫过后的番茄它的皮比较容易剥 一样把番茄切小块 煮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够后 我们就可以用胡椒粉来调味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加胡椒粉 再煮二十分钟 最后用盐调味 再煮差不多十到十五分钟就完成了 最后用 Hadㅎ 的 小时 先切一家 ide 填 表示 在 temporary ltry 其它 你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